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绿油经》 我是刘伟廷刘律师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骗术 骗术这个主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千古 一直存在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职业吗 就是这样子的骗术 其实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而且各位如果发现 在最近骗术其实是越来越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特别针对很多的军工教 很常发生的 有没有人来找你说 我告诉你我这边有一个好投资 你只要给我100块钱 一年后我给你130块 保证获利30块 让你可以获利 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有些人就会半信半疑说 有这么好赚而且没风险吗 一开始先投少少的试试看 先投了100块 真的一年后拿到了130块 真的这么好康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你是不是赶快邀请你的亲朋好友 还是赶快的去把你身边能够借到的钱 通通借来投资 然后你就存了1000块交给这个人说 一年后你给我1300块 那一年后有没有1300块呢 告诉各位 没有 不要想太多 你的1000块就被他拿走了 这种就是我们俗称的庞氏骗局 而像这样类似的骗术 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层出不穷 我们刑事局统计2021年的1到8月 你知道有多少件骗术吗 2612件 总共骗了多少钱 9亿4千万 9亿4千万 有没有你的钱在里面 比去年还增加了1215件 也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4亿1000万元 大家想想看这个诈骗集团获利多么惊人啊 每次遇到被害人来咨询我们律师啊 我都心里想着说律师费这么难赚 我去当诈骗集团算啊 怎么这个诈骗集团这么好赚这么好骗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来讨论 关于这个诈骗骗术这一块 希望大家不要受骗上当 那我们接下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绿邮金 好 好我们来介绍我们两位来宾 我们首先介绍我们黄丽黄大律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吴俊达吴大律师 大家好 好我想我们两位大律师啊 应该都有遇到这种骗数的案件 像我常常就在我们的脸书账号里面 可能会收到有一些啊 这个长得很性感啊 衣服穿的很少的人要加我的账号 害我心中小肉乱撞说 这应该不是真的 只有这么好看的事不会落在我身上 诈骗案子确实太多了啦 我们其实每天 滑滑手机的新闻就会发现说 今天有几亿几亿的诈骗案 哇 那个诈骗的机能每次都是 一次比一次 对 创新高 没错 然后有时候我都会开玩笑说 其实台湾刑事政策上怎么去处理这么多的诈骗案 其实造成很大侦查资源上的一个孤单 对 所以是不是我们以后 增破一个诈骗案之后 就把被害者顺便移送国税局 查一下税 这样子 这样子被害人就以后就不会被骗成 对 他们都知道是说 被骗之后还要被查税 可能也许这样才有办法解决我们这么多诈骗案 不过真的太多人就是因为有贪心 贪婪之心所以就很容易被杂骗 还是要预防 还是要预防 真的真的真的 那皇帝是不是有没有遇到 大家一定买东西都会遇到说 有时候你买完了 他突然打给你说 刘先生不好意思 我帮你设定错误了 我帮你设定成分期付款了 那怎么办 会害你的钱又多扣了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打下面这一支电话 我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能就打了 因为你想说反正我只是打电话求证一下 我就求证 我越求证我就越进入他的限制 我越相信他讲的 我越相信他 因为我不相信他埋了这么多梗 我越相信他以后 那一个就会跟我说 确实有这件事情 那你要赶快拿着你的提款卡 去做这个动作 好提款卡你就掏出来了 就真的要去做那个动作了 没错 因为我也真的差点被骗过 你讲的我也是真的差点被骗过吗 真的 卡都拿出来了 我的室友拦住我说 你为什么这么惊慌 然后我跟他说 我那个要分期付款 他就当着我的面说 哈哈哈你被骗了 你的室友真是好人 真的 不然我那个时候一万人 你如果遇到一个租队 你就说真的赶快去赶快去 结论也差不多了 他在嘲笑你 所以我被骗过 所以我很相信人是真的会被骗 不论你是高知识分子 或是你没有读什么书都没有差 没错 你就是有可能会被骗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一定要看 对我前两天才跟一个法官 高等法院的法官说 法官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大家都 你们都不会被骗 我已经google查到 有一个法官被骗15万的案子了 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就说 哈喊不是我啦 这个不是我啦 不过说真的 你讲的实在是很没错 我自己就真的遇到 收到简讯 你今天下午刷卡了两万一千元 我没有刷卡两万一千元 那怎么办 赶快打电话去信用卡公司说 我两万一千元被盗刷了嘛 对不对 他下面就给你信用卡公司电话 一打去他就告诉你说 哎呀你真的被盗刷哦 那如果这样 我告诉你怎么把它取消 你这个两万一千元可以取消掉 请你就拿着你的ATM 来到了提款机 你有遇到好队友我没有 我就真的到了提款机前面 提款卡给他插下去呢 插下去他第一件事做什么 把中文界面转成英文界面 他要求你按照他的步骤 把中文界面转成英文界面 我也看不懂 转完硬件你大概都看不懂了嘛 就开始叫你操作一大堆事情 操作什么 先把你里面有多少余额 印出来给他看 你也不知道你在印余额 然后等你印出来单子以后 他叫你念上面的数字 就是你的余额 你的存款余额数字 念完以后 他就再叫你出去操作 你也不知道他在操作什么 你就照着他的电话一直做 他其实就是叫你把所有的金额 上面的数字转账出去 直到最后要按下转账那一刹那钱 我才发现不对啊 这是转账吗 我被骗了吗 我才停下来 不然我的存款就没有了 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律师 你是把关 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其实都有可能遇到诈骗 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一的告诉你 怎么拆解这些诈骗案件 我们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他就飞到台北 但他遇到一个很高级的饭店 要来拿这个300万 诈骗集团呢 你就陪他在那边等 金属进来了以后 300万的支票给你 下一秒 诈骗集团马上就把这300万支票拿走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Magic 跟大家讲着干什么呢 我们告诉大家 其实有人说魔术 它其实就是一种骗术 为什么呢 它透过一些障眼法 一些手势 然后让我们这些观众 会看不懂或看不清楚 会觉得说 哇怎么会是这样 它其实就是欺骗你的眼睛 那同样的 其实诈骗这些骗术 也就是诈骗你的心 诈骗你的脑袋 让你受到诈骗以后 把这些钱 跑到对方的口袋里去 所以这些骗术 法律上面 施行诈述是可以出 5年以下的有机徒刑 甚至我们新法 有这个更多这种诈骗的犯罪集团 339条之4的规定 它还可以再处更高 有得到1年以上 7年以下的有机徒刑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不要随便的参与这个诈骗集团 有人去当车手 有的人去当这个提供账户存责的 或者是有的人去当这个车夫等等 这些其实都会犯很重很重的罪 那我们今天也来听听 我们两位来宾 各自有遇到什么样诈骗的案件 来黄历 你遇到什么诈骗的案件 大家已经都听过 领悟他诈骗案 其实我告诉你 很多人没听过 所以你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点点 因为很多听过的人现在都在哭了 那我先跟大家讲 旧版的凌骨塔 1.0 2.0 3.0 4.0 今天原本想要介绍新版的 旧版就是说我手上有一个 那你要在 我可以帮你找买家 但是你要跟我买第二个跟第三个 为什么 因为买家想要买这三个 所以我有一个凌骨塔的塔位 我还要另外多买两个 我不需要的 我本来想说一个人住一个就好了 我现在连老公或是小孩的都先买起来 你要买 我的买家才会跟你买一个包裹 我要这三个 所以你要先买这两个 你不要的东西 可是你是为了要卖给我 对 好 那个人就买了这两个 买完以后 买家不见了 你就有两个 你不知道要该 我现在手上有三个塔位 我又不能死三次 不然我只要头放这个塔位 身体放那个塔位 对 你就是拿着这两个 而且甚至我还听过这两个啊 你有时候只拿到契约 生前契约 你甚至也只拿到 铃骨塔的那个物品的提货单 哦 那个Om的提货单 你有一个 棺木底用券 对 棺木底用券 你有一个龙的那个铃骨塔 那个Om啦 对 他那两个的Om放在一个仓库里 你也不敢去领 他说领了 你就要支付仓库仓储的费用 你也不敢领 你从头到尾 你也没看到你的骨灰坛 骨灰握 但是你就有三个 我就有三张纸 对 就花了很多钱 对 花了一百万 哇 三张纸一百万 一个就三十 一个三十 这个Om这么贵啊 这个就是钱太多啦 要去查税的那个对象 那这个是我 我大概五年前听到A版 A版 对那我以为A大家都差不多有个概念了 所以诈骗集团很厉害 他们进化了 进化成B版 这是我最近刚听到一个案件 比较过分的是 骗台湾人就算了 还骗到金门去 台湾人骗到金门去 是因为骗金门人 可以买台湾的铃骨塔比较好 还是在金门用铃骨塔 金门人比较淳朴 比较容易相信人 也有可能 好 他选中了一个金门的 大概六十几岁的 就是准备退休的 那他是跟他讲说 我知道你有铃骨塔 我有一个买家可以帮你买 开价六千万 蛤 金门人手上的铃骨塔 价值六千万 马上卖给你啊 当然马上卖啊 对啊 很吸引人 六千万我可以买一千个铃骨塔 一万个铃骨塔 很吸引人 我马上坐机票 飞到台北跟你谈 他就从金门这样 等一下那个金门人的铃骨塔 塔位是在什么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 是在坑道里之类的吗 不然怎么会价值六千万 是不是 他一定要跟你讲一个数字 让你轰然心动 别人家也会有啊 怎么我的值六千万吓死人 对啊 他们如果有留意 是你那么聪明就好了 他们就觉得 哇这个我要 他们不会去想说 怎么可能 他们会想说 赞哦 赞哦 六千万 他非要台北以后呢 他就跟他讲说 我可以跟你买 但是 总是会有一个但是 你要先付一笔钱 你要先付一定乘数的钱 一定趴数的税 是他要跟我买六千万 我还要付一笔钱 他要付我定金才对啊 但是你要先付一笔 国税局的税金 为什么买凌骨塔要国税局的 你要先付地价税 对不对 我买那个塔位也没有付税金 怎么现在卖你六千万我要付税金 他就是说你要先付这个税金 我才付 然后我为了六千万就 就赶快 好 我税金假设 他说三百万税金 三百万税金 你说六千万几%税金就要三百万 你有没有钱 三百万 没有 那怎么办 我跟你讲 我有金主 你没有钱 但我知道你在金门有房子 你有没有权账 有啊 有房子 你要不要来跟我的金主借三百万 借三百万 抵押 到时候我六千万给你 你再把其中的三百万拿去还金主就好了 诈骗集团的人就陪他在那边等 金主进来以后三百万的支票给你 下一秒 诈骗集团马上就把这三百万支票拿走了 为什么 他就说你要支付那个税金 你什么都没有 你签了一个收据 叫做我领了三百万的支票 好金主走了 诈骗集团走了 你什么都没有 对 但是我以为我缴了三百万的税 对 那后来遇到这个状况 最惨的就是金主告他了 因为金主说 那些都不管我的事 对 我不认诈骗集团 他说可是你不是跟诈骗集团 一起来金门设定抵押权了吗 金主说哪有 我以为那是你的朋友 那不是我的朋友 你不是在饭店把支票给他们吗 没有啊我是给你 我不是给他们 金流切了感干净净 嗯 完全不认识 老天啊 对 然后呢金门的抵押权 被准备要拍卖掉了 对 本票彩定也在新北被提起 两边一起进行 对 那当然诈骗集团是被抓了 没错啦 诈骗集团被抓了 真的有被抓到 真的被抓 但是问题是 你金流切那么干净 金主 金主 金主没事 对 除非你能确认金主跟诈骗集团 对 这个就是我们办案的难处 诈骗集团现在非常的聪明 他们都切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去查那个 诈骗集团二三十个案件 金主有没有相同的 对 有一个相同 有一个 真的有一个相同 真的是 但金主就说刚好而已 我刚好而已 然后我们就去找 我们去搜寻判决 又找到一个 嗯 我们现在准备把这几个凑起来 看能不能取信法官 嗯 对 但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是要跟大家讲说 他们现在很聪明就是 你不要以为你找到诈骗集团 一千可以拿回来 对 没有 他们都跟金主切得很开 金主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金主就来派卖你的房子 没错 然后呢 派 然后支持你的本票 对 两边一起 然后拿出来的都是你签的东西 没错 你说是你签的吗 对 是你设定的抵押权吗 都是啊 是 你钱有没有拿到 有啊 我都有拿到啊 我为了六千万 对 我为了六千万 然后从头到尾 没有那个六千万 对 那他很聪明 他说这是国税局的税金 人民很相信这些东西 真的 这个是亲身经历 真的 我永生难忘 因为没骗两次 没错 其实我也有办到类似的案件 对 然后我还问当事人说 他到底讲的是什么税 我也不清楚啊 他就说要缴税 我就给他了 而且还不止给一次 第二位先生那一位现在在通妻 我们也在等他通妻的结果 因为我们被骗第二次 就后面第二次的三百万 对 妈妈的房子 对对对 难处就是难在证明说 那个金主跟诈骗集团的那个犯法关系 对啊 他们到底有没有串 串 我们有的是说先去申请监听票 然后去监听诈骗集团 跟这个金主之间有没有联系 但是他们都用line 用微信啊 这些怎么抓 而且诈骗集团心底想的一件事情 我每个人骗一点点小钱 去沙城塔 对 不像是那个六千万的 对 三百万的一定会去告 对 我每个人就骗你一个 一千块两千块这样子 去沙城塔 骗个一百个人 问题是那一百个人会不会去告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说打官司提告成本非常高 就算你收集到所有的证据 你去报案的时候 搞不好警察也一性难散 没错 因为抓这个没有意义 而且事实上也很难抓 都在中国 对 而且我看那个脸书广告那种一夜市的 对 其实你只要用那种一两千块 或是几百块的 大概一般消费者都不会去提告 对 因为就想说就算了 所以就反而就让这些诈骗的案件 不断不断的一直发生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因为这种小额诈骗案子 几乎我们对他素手无策 所以只能靠自己警觉提醒 所以我们都提醒大家就是那个 特别是脸书的一夜市广告 你刚才讲还有联络方式 我根本大部分是没联络方式 还有书是卖假的 假的书 很多心亭鸡汤 结果买过来寄过来的是那个 毛泽东一路 天哪 所以一堆库存的书 然后不要他也拿出来 哇塞 不过至少还有东西寄来 很多是完全没下文的 前去都没下文的 然后你也找不到凶手 然后金额又不大 所以要提醒各位观众 特别要小心 这些这种广告的 真的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从300万到30块都要解决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这件事情如果不想闹到 很简单 30万解决 哇 连本票都帮你准备好了 哇 现场拿出本票 这真的是专业人 对有人去抓紧还带本票的 对 然后就当场给他钱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刚刚跟大家讲的这案件 就很多人是因为看到有一些利益 所以就被骗了 或者是看到这东西好便宜 结果就被骗了 除了这种被骗钱的 我们还有一些更惨的 叫做被骗财骗色的 特别是还有骗感情的 所以很多不管是在网路上 或现实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诈骗是诈骗你的感情 让你的感情因此而赔付出很多的代价 有的人心里很难过 有的人因为被诈骗感情 接连着也被骗钱了 最恐怖的还遇到的是 遇到一个恐怖情人 一开始好好的 后来把你吓得半死 那我们告诉大家 一定要特别小心 另外这种骗局 来我们来看一下 皇帝这边有没有遇到这种被诈骗 感情的案子 火灵灵 火灵灵 没错 火灵灵 就是说 这个女生她很漂亮 她是一个 以前是一个社交民园 在台北 她说她外出外都是搭计程车 她不搭捷运 都装扮着漂漂亮亮去喝下午茶 后来她身体不好 她回到宜蘭的老家 很无聊 很闲 就开始上网 她英文很好 打开FB 就看到帅哥的 外国帅哥的照片 就跟她聊了起来 用英文 用英文 最高级的地方就是用英文 很 我英文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还蛮辛苦 但我很佩服他们 有时候用英文的人还 还比较有可能被骗 对啊 我们不会根本没办法跟他调谈 对啊 用养心态 有没有办法认识帅哥 但是我在当事人院 他有一点点急 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的警觉度 他也没有那么那么快 就放下他的感情 可是他们会以宝贝相称 会说我爱你 会说以后结婚要怎么样 怎么样 我想跟你结婚 他们就谈起网面来 对 那后来那个男生说 他只是短期来台湾 做一个投资顾问 还要先回美国去 他们没有见过面 就是网路爱情 但是呢 在前往机场的途中 那个男生有 开视讯给他看 的确就是FB上面那个人 旁边还有一个 很多他的外国朋友 好像和乐融融的样子 他确实要去机场 OK 他说OK 那你回去吧 等你下次来你再来找我 嗯 外国人回去以后呢 就跟他联系说 欸宝贝 嗯 我之前当投资顾问 有一些客户的佣金 还没有办法给我 嗯 他就说那你去开一个账户啊 他说不行 外国人在台湾 没有办法那么随意的开账户 嗯 那女生他去查了一下 欸好像是 嗯 他就说好 那我账户借你 嗯 让你的客户可以 退佣金来给你 嗯 对 那好他说 可是转到国外不方便 嗯 你可不可以帮我转成比特币 嗯 比特币 嗯 就是汇到你这个台湾女孩子账户 然后你帮我去买比特币 然后再汇到美国的比特币账户 那比特币的性质就是 他是虚拟账户 嗯 虚拟货币 嗯 所以你转出去 你真的不知道你转给谁 对 那我当事人呢 他其实半信半疑 因为他 他就是没有那么的 那么快相信他 嗯 那他也要自保 他很怕那个男生说 你吞了我的钱 对 他其实是一个很 很洁身自在的女生 嗯 所以每当一笔 那个都一二十万喔 一二十万的台币 一汇进来 马上那个男的也会一直问他说 宝贝我的钱到了吗 嗯 那如果到了 欸 现在比特币那个 币值是多 汇币多少 你帮我马上转过去 欸 我的那个女生 他马上就转 那个截图都这样一清二楚的 很快的 很很很这样 留在那边 他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留了你的钱 嗯 在我手上 他就转出去 但他转了四五次以后 嗯 然后就开始停止 四五次加起来快一百万了 嗯 一百万台币就停止 有一天他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 嗯 就说你的账户变成警司账户了 老天啊 怎么回事 那就是诈骗 嗯 他们说有一两个被害人去说他们的钱 汇到你这个账户 嗯 你被认为是人头账户 嗯 他就被各地 因为被害人来自各地 对 他就被各地的警察局 警察局 侦查 侦查 警察署开始传唤了 嗯 他在找律师说 律师怎么办 嗯 那他很 我觉得他能够 结论是他从这个案件中脱身了 嗯 他脱身了 真的啊 一般我们认为人头账户不太会脱身 对 一定是你一定有帮助犯益嘛 对 他脱身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的 他交付 他给他使用这个账户 对价 不是钱 嗯 是爱 是爱 所以他们认为他没有对价 对 对 因为我相信你 嗯 我们提供那个账户就是宝贝我爱你啊 我想跟你结婚 所以检察官第一个他认为他是爱 嗯 不是钱 你没有对价 嗯 第二个他把记录留存下来 嗯 检察官发现你每一笔钱进去 你马上出去 嗯 你自己没有任何获利 嗯 虽然找不到国外的那个人 嗯 但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嗯 所以我们很难得拿到了一个不起诉 除分数 嗯 对 拿到了以后 其实我们那天去做笔录的时候 警察会问我们嘛 嗯 他说 某某被害人声称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嗯 说什么 来自伊拉克 嗯 他跟一个来自伊拉克的 那个 脸书谈恋爱 对 大头皮又画了一个人 名字都是一些他不懂的英文 嗯 说要什么发生什么 紧急事变要回台 能不能借他机票钱 他20万出去 嗯 这是一个被害人 嗯 另外一个被害人是美国 美国的帅哥 跟你谈恋爱 嗯 他要回来找你 请你加机票钱 20万又出去了 所以我们虽然被当成被告 对 可是我们看到起诉书上面那些被害人 五个女人 加我们六个 都是被害人 都是被害人 我们实在是可怜他们 因为他们的钱转到国外去 拿不回来 甚至告我们也没有用 嗯 但是我们被骗账户 他们被骗钱 还有都被骗爱 都被骗爱 对他都 真的都被骗爱 因为都是相信嘛 我相信我不会随便路人 我给你20万 我一定是跟你保持 一两个月的密切相处 对 我相信你 你爱我回来找我 我才愿意给你这些钱 对 不过我真的有一次 刚好遇到一个家长 他的小孩子就被抓了 被警察抓了 我们去帮这个小孩辩护 我们才知道 这个小孩子 去去加入一个诈骗机房 就是我们一般常看到什么 躲在民宿 一群人在里面 那他们在这个诈骗机房做什么工作 就是假冒你这些帅哥 然后 其实不是讲 他们是假冒美女 大部分都是假冒美女 那其实都是男的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诈骗机房里面 互通有无 一下子这个A 先扮演A美女 然后先跟这个男的讲一讲 然后在B美女 马上又进去跟这个男的讲 这个男的就会汇钱出来 然后我心里的OS就说 哇 原来加我这些脸书帐号的美女 都是这些小男生 好可怕 对 对 其实 不要相信这个网路上面有真感情 其实这诈骗的是比较占多数 这个好像蛮新型的诈骗 对 对 我也必须这样分享 过去我们常常在新闻上 会听到什么 鲁人勒俗 强盗 你现在很少听到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全部都去做诈骗了 这是反过来现在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用诈骗赚钱 比你去鲁人勒俗 强盗赚的钱容易 而且比较行度低 所以现在都是变成诈骗 因为可能这些人 他们其实平常 交友圈也比较保守 这些明媛 淑女 他们交友圈也比较保守 然后可能自己 条件也很不错 所以他们在挑选另外一半 对象的时候 他们看的标准又更高 那就不容易有正常的感情 大家常常说他的社交管道比较封闭 所以就很容易遇到这种网路交友的骗局 不过刚才的例子是在讲说 这个是一个假冒假照片去骗感情的这样子的案例 可是也有真的照片 真的正妹真的去骗人家感情骗钱的情况 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是说 像大家都会玩IG 大家IG上可能都 我们都是追踪正妹跟追踪宠物这样子 一堆IG上的正妹 都看风景 不小心讲出来秘密 那个IG上面各国的美女都有 常常这里面当然有修图 修得很夸张 也有 但是IG他如果说拍得多的话 追踪粉丝多 就会跟粉丝有一些互动 那就有一个男生呢 他在IG上发现一个女生很不错 然后就传讯给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确实也回了他讯息 而且还跟他说可以加LINE 加LINE之后呢 天上掉下来 你要问说要不要约按摩 我是在做按摩 可以倒腹服务 哇塞 那男生当然想说 哇塞 有这么多照片为证啊 应该不会来的是恐龙嘛 一定来的应该是 而且又可以倒腹服务 在家总不会被骗吧 去车鱼馆会被骗 去外面会被骗 倒腹服务欸 在家总不会被骗吧 就真的跟他约了 结果真的 就到家里来了 到家里来的时候 真的就是照片上的美女 哇钻石啊 对钻石了 然后心想说 除了按摩之外 还可不可以做一些special的 嗯 对不对 那当然就开始 谈价钱嘛 谈价钱嘛 按摩价跟 其他的S价嘛 那就不一样嘛 价钱也谈好了 嗯 开始 准备开始运动的时候 那这个 男生呢 就把身上的东西都 偷到只剩下的裤子 对 正准备要兴奋的时候 突然外面有人冲进来 蛤 冲进他家欸 冲进他家 他说 你为什么搞我老婆 天啊 结果原来是这个女的老公冲进来 哇 冲进来说 欸 你居然 约我老婆出来 做某档事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还要信心她 天啊 我老婆是只要做按摩啊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 对 而且还帮她拍照 对 脱到只剩内裤 这时候当然是要拍照 就有点像是以前在抓肩 对 好 然后 你这件事情如果不想到大 很简单 嗯 30万解决 哇 连本票都帮你准备好了 哇 现场拿出本票 这真的是专业的 对有人去抓肩还带本票的 对 然后就当场给她签 对 因为你被抓的时候 欸 没有人啊 对 家里不会有家人啊 你要叫按摩 我们不会爸爸妈妈也在 对 对啊 又不是团购 对 所以当场就 就处于一个被一曲 被 被 那个气氛震射到 那你就当场就千人三十分 哇塞 这就是标准先人跳 对啊 标准先人跳 哇塞 然后呢 这对火宝呢 实随之位 嗯 他们觉得说 欸 居然有这么好看的事情 所以 类似的说法 再干一次 嗯 但这一次呢 遇到的对象是大学生 嗯 好 然后冲进去的时候呢 带她 老公押着大学生 去提款 嗯 和解金提出来赔 赔现金 提款卡插进去 里面只剩9000多块 对 没钱啊 对啊 就像是大验集团 语而念出来的时候 詐验集团就挂掉电话一样 对 因为金额太少 对啊 转账非有收 对 9000多块而已 对 然后 就9000多块收了 但是这时候大学生有去保证 嗯 这时候 警察 终于 就把这两个抓到 嗯 他们用这种手法 嗯 骗了很多人 这个刑事案件 这个搞下去也是灰头土脸的 对啊 所以真的诈骗 真的照片真的证骗 也是可能是母老虎 对 看起来就是设置头上一把刀 对啊 遇到这种好康的也没有真的好康 所以大家哦 就是听完这些故事 有没有觉得到处都是陷阱啊 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对 因为这里纯真的就是一个心理 就是说 你会觉得第一个好钱好赚 对 第二个在 重时你觉得自己可能被骗 然后你要拿回损失 你会觉得说 那如果我能够找到另外一支 没有 没有捏捕了损失 嗯 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才会变成说 这种群组就越混越大 对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从节目开始啊 我们就跟大家讲了这种 有一些叫庞氏骗局的诈骗 其实还有很多跟钱 跟投资有关的诈骗 在台湾也是非常的多 那很多时候有的是说 投资股票啊 叫你加入一个LINE的群组里面啊 然后呢 告诉你哪可以赚钱 或者是有的人啊 我们在网路上看到说 哇 你看我有这个超级跑车 我这么年轻 怎么可以有超级跑车 旁边来做证咩 因为我投资什么运动彩券啊 这一类的很多这种吸引你投资 让你觉得可以赚大钱 然后你要去花一点小钱 去把这个本金丢下去 这种投资诈骗案件 根据我们这个消保处的统计 其实从2019年只有47件 到2020年 已经到536件 2021年的7月 就已经出现203件 所以像这种投资诈骗的纠纷 其实是非常多的 也要提醒各位观众 千万要小心这些啊 告诉你可以获取暴力的投资 绝大部分啊都是假的 来我们来听听看 黄利律师有遇到这种 投资诈骗案件吗 刚刚说到的那些 不管是婚姻的诈骗 或者是林布达诈骗 领多几百万 但是什么样子的案子 会让你损失几千万 就是刚刚刘律师说的这个 庞氏骗局 而且他尤其吸引有钱人 因为他会在非常高级的饭店 我这个案子就是这样 他一开始开说明会 会跟你约在很高级的饭店 比如说韩擦艾美的顶楼 或者是哪里 或甚至包团带你三天两宴到国外 跟你说哇我们这个 这个参加我们这个 就是可以赚这么多钱 甚至我带你去香港 看一看我们的公司 这样子的状况 大概的律师也有说 2019年的时候大概这个 键数是这样 2020年是这样 那我们这一件 比较特别的是说 他也是被害人 但是他也是加害人 很奇妙吧 被害人又是加害人 A公司的时候被抓了 A公司被抓 也就是所谓的西津集团 结果A公司里面有一些人 他自己被骗了以后 发现这一招好用 这一招好用 他都被抓了 他一开始被抓的时候 我觉得那律师应该蛮厉害 一开始被抓的时候无罪 一开始无罪 一神有罪 二神有罪 哇塞 我觉得他一定觉得 这律师应该多付他给律师费 真的 教会他怎么骗人还无罪 厉害厉害 是这样 开始成立了B公司 他自己去成立B公司 对 他开始学这一套 他发现好用 好赚 又成立了B公司 B公司比较短 最后成立了C公司 这个C公司他先设在香港 他以为这样子不受公司法 或是银行法 管不到了 抓不到 然后呢 他跑去跟A公司的其他受害人说 你们想不想要回本 你们想不想要把你们的损失拿回来 我跟你说 我成立C公司 你们帮我招募会员 你们就回本 哇 就你们帮我去吸金 你们就回本 对 你们让更多人进来参与我们的投资 你们就回本 老天啊 我的当事人就是那个A公司的 纯正受害人 他纯正受害人 他就觉得哇 因为他 我老实说啦 会参加这种的 他们都是用一些很复杂的模式骗你 他不会让你那么明白的清楚你到底在干嘛 他一定是跟你讲 你玩这个获利多少 你玩这个获利多少 本来就会借出这些的人 脑袋其实都蛮精的 他开始 我的当事人他开始去帮 这个西英集团的C公司的首脑 去收集A公司的名册 他开始去打这些名册 诶俊达你要不要回来 我们C公司才会在赚钱 你只要回来参加我们 你又去去赚 老朋友都在这里咯 这一串都在这里咯 那个A公司的名单一个一个打 都回来的整理资料 哇都弄好了 都弄好一个一个call回来 那所以我说他是被害人 但是他也向加害人 因为在说明会的场合上 他也负责讲 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脑真的真的好聪明 他对那些A公司的人说 我们这个叫自救会 对 他把C公司的成立叫做自救会 对 他说我们是自救会 但是他对新的人说 我们是说明会 对 所以呢 A公司的人自始至终觉得自己就是受害人 他没有发现他自己变成了加害人 他觉得他去招揽新的人 是为了要救他们在A公司的损失 但是对这些新来的人来讲 他们绝对绝对是更新的一批受害人 受害人 那这个手法是怎么样 其实手法都千篇一律 都很复杂 有时候我都听好久我才听得懂 他们呢 一般我们外汇下单 我们要使劲的投入钱 他们说我们外汇下单 我们不是投资 所以我们不会有盈亏 我们是靠赚手续费 我们每下单一次 券商就付给我们一笔手续费 我们是算手续费 那下单200次 你就可以拿回你获利的10% 很快喔 两三个月你就可以拿10%了 你给30万 两三个月这个钱就回来了 那你两三个月10% 10次本金就回来 很快 这个就是刚刚刘律师说的 需以重力 不相当的报酬 你在银行放不会放那么快 绝对不可能管股票甚至都没那么好 对 他保证你获利 对 然后他还激励你 你如果原本是A公司的人 你投一单位1万美金 我再送你1万美金 哇 你有2万美金可以用 所以你以后领回2万美金 哇 他推1加1方案 吸引更多新的投资人进来 我觉得他蛮聪明的一点 就是说他不是跟你讲说他会下单吗 对 那他会给你一组账号 俊达你的账号 这样子 结果30组账号 全部连到一个联动账户 你们30组都在看这个账户 你们都在痴痴的看 钱他根本没有实际投进去 钱已经不知道可以搬去哪里 你们迟到你们 要拿回你们本金 一直按那个出金钮 奇怪 公司不是跟我说会出金吗 对 然后他开始跟你说 公司电脑系统在维修 嗯 等会有钱维修好 他就会自动运作 就会出金了 嗯 拖了2、3个月 别康 到调查局去检局 对 这件事情才发现 那我也跟观众朋友讲 调查局很喜欢这种案子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我同学在调查局里面 他说 这种案子一定要给他们 他们超喜欢抓这种 因为吸金案这一件也是2亿以上 对 2亿以上的案子 银行法也是重罪加重 对 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案子 对 那我这个 我这个当事人最后呢 我帮他争取到缓刑 哇 还有机会缓刑啊 他一定在处第一次就会 对 他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被起诉 他一开始他被追加起诉 因为有人咬他 他被追加 他跟手牟列在一起 他跟原本那些A公司的手牟列在一起 最后他缓刑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去证明他说 其实他在整理完名册跟对外说明后 他开始觉得怪怪的 嗯 他开始觉得 好像跟一开始说的不一样 嗯 所以他的线画到这里就为止了 他可能只害了一两个他身边的人 嗯 那其他的业务员他们心知肚明 他们这样做其实只在复制前面的手法而已 也是庞氏骗局 再度的庞氏骗局 所以为什么我当事人很唤醒 但听说这个ABC公司的首脑 在我们案件审理中 我最近看到第一公司 又成立 他又成立又被抓了 我又看到一个新闻 我把新闻丢给我当事人 我说你看 嗯 你当时很相信他 我怎么说你就不信 你看他现在又 嗯 所以 这就是如玉玉石说的啦 骗子算的比较多 他一骗二骗三骗 连我们这一件都已经判决了 他第一时间还在骗 只能提醒大家说要自己注意自己小心 对 没错 这种稳定的 告诉你稳赚不赔的生意 一定是假生意 高风险高报酬 前篇这个定律是不会变的 来 我们俊达哥有没有更厉害 这次来饭店开一个说明会 一样的同样的模式用到APP来骗 像我也有收到前阵子 台股正夯的时候 我就收到一堆简讯说你要不要加入什么标谷群组 嗯 然后 我连不加入他都一直传你 不加入就一直传你 而且还会附上美女照 啊我们送到美女照 美女照我们就自己加入 我要助理 对 因为我们加入其实你一直想看美女照 没有 加入之后呢 发现里面两三百个人 然后每天都会推说今天要哪一支哪一支哪一档 对不对 然后他还会跟你讲说 哎我还有一个标标谷的方案 哦 还有一个私密群组 如果你再加入的话 好 又有多少 那个美女照更美 对 然后他里面还会 还会去欢拍那个 那个投资系统的那个图片 截图给你 然后跟你讲说你看 今天赚多少赚多少 有时候不见得是台股 有时候跟你讲说是美股 或中国大陆的股票 或者虚拟货币都有 可是事后当然证实啊 这一些 这些截图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诈骗集团 透过后制 做出来要骗这些人 对 但是他们就是用这种手法 吸了很多的精力 对 而且有时候他还会发展下线 就是说像刚才王律师说讲的 这种 他告诉你是说 那你既然是我们的VIP会员 如果你可以再去挖一百个人进来的话 那我们又会一加一方案 就把你的投资金额Double 帮你申请 那大家会想说哇 这么好看的事情啊 我就再去招募会员 对啊 因为这也存在就是一个心理 就是说 你会觉得第一个钱好赚 第二个在 纵使你觉得自己可能被骗 然后你要拿回损失 你会觉得说 那如果我能够找到另外一支肥羊 那你也补了损失 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不错的 所以才会变成说这种群组 就越滚越大 有时候滚到 这我有看了 大概五百五六百一千 对 然后每天都会推说 我今天要推某某老师 某某老师某某名牌 对 我还遇过一个 因为你知道这种APP 因为有一天你跟他 他一直推嘛 然后你忽然就不理他了 你就觉得说 诶这个可能是假的 我暂时都不要跟他互动 诶 那个美女会生气 诶 他互动不是机器人 你有想想说 试一下看是不是机器人 结果不是 他跟你说我真人靠杯 对 如果你 如果你今天再不加入我们的 跟我们一起投资制 就会把你推出 对 然后你以后就看不到美女照 对 所以就是很多这种 这种手法 前阵子非常严重 然后甚至于我有听说是 调查局的朋友跟我讲 说有一群的 是在炒股集团 然后背后是有清楚的 其实给年轻人去炒股 然后有牵涉到说 退佣的问题 然后赚手续会的问题 他们就是靠这个在 在赚那些手续会 交易的次数 我说真的像透过APP 你那个还是人跟人 连结去介绍 APP是完全你根本不知道是谁 创造这个软件是谁 你也不知道 然后你们就只是因为 这个软件这个简讯 然后就一直加入 一直加入 然后我就曾经办过是 全部的会员里面 有三分之二 都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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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钓鱼 不是 是真的警察下去玩 因为他们 对 因为警察也是公务人员之一 收入也是很固定 所以就也有人 就是放这种消息 给这些警察说 其实你们可以赚钱 然后就真的一个警察 接两个警察 所以那个到最后 没有报上新闻 可是真的是在他们警察圈 杀伤了很多很多人 对 可是这种就是 诈骗情人最喜欢 我骗了你的钱 你还不能说 跟你讲说我们会员 很多是警察 很多是保官 很多是律师 对不对 对啊 你看多惨 对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 有美女图的一定是假的 有标股的也一定是假的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广告 越夸大越不真实 越是要诈骗你的钱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随着我们社会越来越进步 然后这些医化的网络 提供很多的便利性 那这些带来的方便 其实也延伸了非常多的诈骗行为 那我们常常看到新闻里面 可能看到被害人泪流满面 生物痛绝 他们造成的精神 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损失 那更是难以估计 那警方除了跟这个人口遗失 这些处理以外 处理诈骗案件 现在其实是一个最大 最大宗的这个刑事犯罪 那虽然过往很多的这个电话诈骗 现在电话诈骗比较少 可是网路诈骗却是日益的增加 而且这些网路诈骗的行为 真的日新月异 随着这个手机 行动通讯 APP还有这些社群网站 使得过去这种传统电话的诈骗技巧 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那各种诈骗技巧往往依赖 这个我们网路越重的人 那我们这个依赖 这些很多的手机这些的人 反而是更容易被诈骗 然后成为诈骗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现在俗话说得好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不要我们等到付出惨痛的代价 才要来这个知道怎么样的状况 不要受骗上当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大律师 黄利大律师 谢谢大家 还有我们吴俊达大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两位大律师 跟大家分享这些案例 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诈骗的这种故事 不要让自己受骗 那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每周六日播出的这个节目 晚上九点的时候 我们的近天电视台 还有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的GOLDEN TV 我们看电视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让你受用一声 我们下次见